哈囉 我是艾莎 今天艾莎收到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帶大家到一間餐廳喔 你知道這間餐廳多厲害嗎 它擁有百萬業績 而且是人氣打卡地標的餐廳喔 就在這裡 我們走 好期待喔 現在我已經入座了喔 我的正前方就是高雄的百萬業績 而且啊 八五大樓就在我的正對面喔 哇 我實在是太美 太感動了 山 海 河港啊 一覽無遺盡收眼底 據說這裡也是很多網紅啊 來到高雄必訪的打卡名店喔 哇 我們終於到了 這裡就是若妮景觀餐酒館耶 哇 好漂亮喔 哇 這邊還有好多熊熊喔 啊 裝潢好美好浪漫喔 我要和熊熊拍照 吊燈也好高級喔 這裡的VIP座位也超適合情侶們來約會耶 哇 十八五大樓耶 三十樓的美景果然厲害 哇 這裡也有熊熊 好可愛喔 等一下我要來打卡POIG 哇 這裡也是看得到 展覽館 高雄展覽館 然後還有高雄港 天啊 晚上也超美的 好 那我們就跳這個位子好了 嗨 熙熙好久不見 嗨 熙熙好久不見 今天呢我帶大家啊 就是來逛我們的FU 因為這是我們的百萬人際名店 因為有百萬的夜景 對 那熙熙我想要請教您幾個問題 因為很多粉絲在問啊 就是說 為什麼當時 你會想要說把那個店啊 開在這個店 是不是有什麼點 是 像是 因為我之前上一份工作是在台北 那我在台北其實有接觸過很多 像是這樣子的產品 就是比較高空的 那其實高雄好像比較少一點 對不對 對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是因緣際回想吧 就是剛好我們在找地點的時候 就剛好這個地方 然後就有人就是 欸 這邊是有想要承租這個空間 然後又剛好可以看到就是巴鼠大 而且真的很漂亮在30樓 對啊 超美的 就是白天跟晚上的夜景 就是都不一樣 都好像高雄家那麼少 那我們就來做看看這樣子 喔 原來如此 對 那這樣的話 可不可以也讓我們的粉絲朋友知道 就是說我們FU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這家店的特色 像我們家的特色 其實像是第一就是餐酒館 所以我們有餐 然後也有很豐富的酒類 就是你想得到像啤酒啊 調酒 或者是任何葡萄酒 都有非常豐富的酒 那餐點其實我覺得我們家 最厲害的是我們家的餐點 那因為餐點的部分 就是這堂人家說 會不會這樣的餐酒館 會不會餐就是可能就是很少 或者是很不...沒有辦法 讓他覺得吃得很飽 對 或是很沒有特色 但是我們家的餐點真的超棒的 然後待會兒我們就可以看到 對對對 然後據說因為我們是用了百萬夜景的餐酒館 所以說稀稀可可的讓我們知道一下 是哪個座位 其實是VIP座 就是大家都是指名 指名不第一 大家都是瘋狂第一 有 就是我們待會兒往後面看那一邊 其實正窗邊有兩桌面對面 就是很多情侶或者是來約會啊 聚餐 生日聚餐 就一定會定的位置 那我們開放提前一個月 其實超快 超快要定滿的 我們待會兒往後面看 所以現在說基本上 如果要定什麼情人節啦 或三月白色情人節 這個時候就差不多應該定了 我們開放提前一個月 所以要在例如說2月14號 然後1月14號當天就是正中午 就一音樂就開始打電話 就狂打這樣子 好 就是比照那個高鐵定位模式 對 類似這樣 對 情人節這種比較特殊的活動 就一定要提早定 好 那像剛才思思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的餐點也是很厲害嘛 對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介紹幾道 就是人氣必點的餐點 好的 就是其實我們家的餐點 就是待會兒看到有我們的海鮮料理 例如說波士頓的龍蝦燉飯 它超大分 一隻龍蝦都超過500個 就很大隻 對 然後就是整個用料都非常實在 然後還有像我們的德國豬腳 就是從我們開店到現在兩年 其實一直都是很暢銷的餐點 然後跟我們一些排餐類的 像義大利麵啊 或是排餐就是一些牛排 或是像鴨胸 像這些類 就是很多 其實大家都超愛的 就是我真的講不完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其實是我們家的服務耶 我們的服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大家來著這邊用餐 都會有很像在家的感覺 會有壓力 對 經常說會不會進來很可怕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家就是很親和 就是服務生大家都常好 CP值都很高 對 餐點好吃 好 OK 其實聽說我們的波士頓龍蝦燉飯 好像也很厲害耶 它有什麼特色啊 波士頓龍蝦燉飯 因為它最主要是 它有一整隻超過五百公克的龍蝦 就是它超大隻 它的手都很大一個 然後還會有各式各樣的海鮮 其實這一道菜的發想 最主要是從我之前在台北 有一間餐廳吃過一個龍蝦燉飯 但是我那時候吃到的時候有點嚇到 它雖然說飯非常好吃 但是它可能用料有點 就是它的龍蝦比較小一點 就是一隻手 或者是可能一個身體 它沒有到一整隻 那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吃完有點空虛 味道是很棒的 然後我想說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 就很豪邁的 就可以吃到一整隻的龍蝦 對 所以我們這次就使用的是一整隻的龍蝦 然後還會有其他的海鮮 例如說像洪湖的小卷啊 或者是我們日本進口的大干貝 然後鮑魚 或者是當季的食材 蛤蜊啊 輕口備啊 這一些 所以其實待會看到 整個就是用料非常實在 然後它的分量最主要是 它不是一人分 而是做到1.5分 所以很適合分享的吃 最主要是我們用的是義大利米 所以它本身就是 分量已經很夠了 然後用我們自己熬的白酒米蝦醬 我真的覺得那一道菜就是每次來 就是大家都會點 對 而且它真的很大分 對啊 必點 滿值得吃看 好 對 那希希聽說 有很多人氣必點的餐點 但是有一道是好像是經典不敗款 對 就是一直都有 就是從來沒更換過它 就是招牌的德國豬腳 我也超愛的 對 豬腳其實很多間餐廳都有做德國豬腳 那最主要是我們比較想說 因為我們在南部 有一些南部人喜歡豬腳的口感 他們喜歡Q彈Q彈 就是有那個豬腳皮膠質 所以我們沒有做到很硬 因為很多正統的德國豬腳 它很皮就會比較硬 比較脆一點 但其實我壞發現 其實我們南部人 像我自己也比較喜歡吃軟嫩一點 因為那個很juicy的感覺 就比較不會 我那邊咬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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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 很棒很好吃 經典腐敗款 對 所以謝謝大家 對 可以來吃看看 好 詩詩你知道嗎 聽說啊 你們這裡有一道那種菜名是20個字的菜名 而且他們說超好吃的是在哪裡啊 對 是哪一道 有很多的 名字都很長 那我們今天介紹 對這道最長 就是白酒 乾煎 干貝 鮑魚 大雄蝦 琴口貝 中酒 然後搭配是 眼眉慕絲的醬料這樣子 好厲害哦 就是完全整道菜就是冷鮮的地方 哦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因為我有朋友就說這一道也是必點 經典 對 就是像我們會看到這一道菜 會有兩杯 輕口杯這些 杯 那最主要呈現還是一排菜味主 會比較 這道菜其實蠻清爽 最主要是吃海鮮的原味 跟它的清甜味 那我們搭配醬料是眼眉慕絲 就比較 酸酸甜甜的 會讓人覺得好像很大螺炒 或是什麼就蓋掉了海鮮的韌味 這一道菜就會比較吃 那些本身的清甜 哦 所以愛吃海鮮的這一道就是必定 對對對 它蝦子也是真的非常大吃 哦 蝦子很大 就是我們高雄人的豪邁感就對了 對 好像說我們家餐廳就比較走一走 就是看起來好像不會很多 但其實實際上 哦 真的太大份了 這樣很豪邁的感覺 真的哦 我們一定要做出差異化 因為我們是在地高雄 就是要豪邁 也要好吃 對啊 好吃 OK 謝謝 看著百萬夜景 美食美酒 真的是太浪漫太享受了 這裡適合所有的人 帶著朋友 情人一起來這裡約會用餐 而且這裡消費的CP值相當的高 絕對讓你流連忘涵還想再來哦 帶你先逛逛成功 我是艾莎 今天的帶你先逛逛很喜歡嗎 記得幫艾莎按讚分享訂閱頻道哦 如果什麼任何意見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還不喜歡 魔王 好